今天我是在休斯顿北边的Lake Livingston State Park 跟大家来做一期节目 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今天我儿子学校里面放假 所以我们就开车过来了 今天是准备这边逛一下 感受一下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 也不冷 前两天下雨都过去了 今天感觉秋高气爽 但是也不冷 还是挺热的 你看我短袖就这么下车在这里逛了 有一点这样凉风兮兮 但是很舒服 State Park的门票 我们刚刚本来是想买单个门票的 6美金一个成人 小孩子12岁以下是免费的 所以我老公跟我说 干脆就买个年票 这个yearly pass花了70美金 就所有在Texas德州的 这种State Park都是可以去的 那这样算一下也可以啊 省得就每次来还要花12美金 而这边呢也是可以租这种船的 就是租这种SUP啊 这种小船都是可以租的 今天星期二也没有人 他这边我刚刚看了一下 就一辆车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他们父子俩现在在这边先挽起来 我儿子在这边扔石头 我儿子在这边 我儿子在这边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全景啊 这后面的就是Lake Livingston Livingston湖 Livingston湖应该是这边最大的一个人工湖 有人说它是人工湖 我是听一个朋友以前说过的 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自然湖 都是人工的 不过这边Livingston湖也是这里最大的 有很多的湖边屋啊 像这边的几个区 他们都有湖边屋的这种房子卖 他这边 这边也是可以野营的 自己的房车开进来啊 还有这边有小木屋可以租建 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经过的话看一下 没有人真的是就感觉舒服啊 我这个人就不喜欢热闹 人少的地方就感觉舒服 清静 清静大自然 像我现在后面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很多的湖边的小屋 大屋 所以在这边呢 很多人在这里买的房子 有些是常住的 有些可能就是第二个度假屋买的 所以在这边很多人也有自己的船啊 或者就是有这个卡车 自己的小的truck 把他的大的truck 把这个船带到这边来 所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像周末来 我有一次就周末来 这边有很多的这种游船啊 游艇啊 大家自驾的过来在这边 就是玩周末的休闲娱乐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个半岛 Panisola 这是人造出来的一个半岛 所以在这边绕着湖走一圈 也是非常的惬意 这边的 其实到湖边来玩呢 我觉得好处就是 你不会身上沾很多沙子 如果你不下水游泳的话 也没这个必要 就在这里休闲的走走啊 有些人会自己带着这种 小躺椅过来 就坐在这边 自己吃的东西带好 这边呢 也有很多的烧烤台 待会我们会经过 有很多烧烤 因为我们以前来过 我们自己买了一点鸡翅膀啊 一点肉啊 这个rips啊 所以就到这里来烤肉 做过一次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 还是比较熟悉的 你看这边啊 上面就写着 据说这边你是可以游泳的 但是呢 它没有那个救生员 swim at your own risk 也不 自己游泳 自己后果自负啊 所有的险你自己承担 而且不要去这个潜水 do not dive 所以我这边看到 ladder就是这个 其实可以游泳 因为这边的水很干净 可以游泳 那边还看到两个这种楼梯 可以下去游的 所以以后可能到这里来游泳 我水性比较好 下次来游泳 我刚刚还以为这是住宿的地方 我老公说不是住宿 这是他们开 events的地方 就是可以租着 你搞活动啊 婚礼啊 生日啊等等 那我们看一下里边 这个picture window 大玻璃窗 直接看到湖景 风光是很好的 直接看湖景 我现在就找到了 这边租船的一个地方 然后看了一下 这个租船呢 它就是在网上 它有一个网站 网站上面 你自己付了钱 订好之后呢 它会发给你一个code 一个lockcode 然后我们在这里 就看到一个lockbox 然后你把这个密码输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解锁了 可以取船啊 里面有life jacket 救生衣啊等等 现在租船的价格呢 是18美金一个小时 觉得真的比以前也贵了 我以前来过的时候 记得才10美金一个小时 现在什么都贵了 不过这也是方便嘛 你自己没有这个船 到这里想来试 感受一下体验一下的 那么就直接在网上订 Louis 我们走了一大圈了 现在让它到这边的儿童乐园来玩一下 看我身后 比较简单 就是几个swing 荡鞦韆 还有一个比较旧式的这种滑滑漆 在美国这里这种比较少见了 哎呀 他老爸一起上去了 我这种铁的比较牢 塑料的就算了 然后再到这里 那你走 爸爸 对 哦不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我还在那边 我还在那边 我走 天天穿着短裤 哎呀 就卡在肉上了 穿长裤的话 就会一下子下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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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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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孩吗? 对 有点下雨了 下小雨 不过还好 应该不会下很大 太阳还在 下雨了 我们准备去我们家这个farm house了 不想在这个雨里多淋湿 我后面 后面还有很多的这种trail 就是步行道 可以在林子里面散步 跑步 都可以 清静清静 估计就今天 在这里逛了一大圈 就我们 还看到两个这里的值班的工作人员 没人 这个地方本来就没什么人 也就是周末 周末大家来住家之类的 星期二你看多清静啊 像我们这种不上班的人 以后就星期周一到周五之间吧 到这里来清静清静 看看风光 以后来这里带一瓶这种绿茶 在这里喝茶 喝茶 吃点小零食 写作 思考人生 清静 这边的 买到郊区就是图这个清静 都安静啊 只听到风的声音 听风的声音啊 就是这个感觉 给你们看 是吗 都安静 就不喝茶 这边是好 就不喝茶 你会不会喝茶 就不喝茶 也不喝茶 给你们看 这边是嘴图这个 烧茶 是 这边是 这里还有一个BBQ 里面也看不清楚啊 这边都是遮住的 这个防蚊的这个screen 蚊帐都遮住的 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估计就这样的价格吧 35到了一个晚上 也不要奢望太多 就主要睡睡觉 Camping Better camping 至少不用睡在那个帐篷里面 下雨了 还好我们走了呢 是下雨了呀 太阳还在 太阳呀 你看到吧 太阳 亮亮的嘛 就是太阳 大家跟我看完了一圈 Lake Livingston State Park 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们到休斯顿地区来玩 有机会也到北边的这个公园 来逛一下吧 感受一下这边的美丽的湖景 想看更多追风的 在北美生活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 我们下次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